上次我们给大家拍了一个视频 大家都不知道那个一串串的是什么东西 其实那个叫做黑老虎 今天我们特意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树上面很高 所以今天特意带了梯子 上来把这些熟透的 这个拿下来尝一下 上次我们拿的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红应该熟了 这个就叫黑老虎 我尝一下 这个很黏 这个主要是吃里面的汁 还有这个籽是吃不了的 不过你吃也可以 外面这个皮也不吃 主要就是吃那个汁 好我们再往高处 把这个大一点 上面还有 小的时候经常来拿这种果子吃 这个长得比较大 这个应该很甜 有点像吃石榴的感觉 但是比石榴的味道还好吃 没有酸味 只有甜味 这有的一个里面有三四个子 有的一个里面有三四个子 嗯 很好吃 其实这个黑老虎 在我们这里不叫黑老虎 我们当地人叫做拳头果 就长得像那个手的这个拳头一样 手叫拳头果 但它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冷饭团 这是本草纲目上面记载的冷饭团 我们这只多拿一点 我们这只多拿一点 这么多拿一点 我们这只能够进入 这只能够实现 我们这只能不能够进入 但我们不那么想传入 我们这只能够进入 我们这只能够进入 垃圾团的 我们就不要进入 我们那里面有些 拳尼的 这种东西其实拿下来 不用洗直接就可以吃了 就直接把它剥下来 直接用手剥下来 然后用手捏着它的这个头 捏到把这个汁往嘴里捏 好 好 可以了 回去了 我们 好 在保inde 就能保持 不禮好 在保持 肯定黄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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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肯定黄色